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中夷 我是小卷 我們平常看一個人 你會先看臉對吧 看臉然後看整體 通常就是斷在膝蓋這個位置就好 怎麼會這樣呢 你這樣看得不夠全體 真的嗎 對 我的話我會看穿著打敗 而且我特別會看一下 他穿什麼樣的鞋 因為通常那個 很能代表他刀削的狀態 像我今天穿老貼紙鞋 你就覺得我帥帥的對不對 那你今天穿的 就是一般運動鞋 休閒 男生通常就是舒服休閒的 那我們平常試車 為什麼今天從這個開始講呢 因為我們先看 這台車 他的鞋 就他的胎圈馬 23吋 這個通常就是超跑等級 因為他夠寬 夠薄又夠大 然後紅色卡鉗 然後雙側的 這標配喔 這標配喔 你猜到是什麼車嗎 這個 就我猜不準 你覺得通常 你覺得通常 295 35 23吋 紅色卡鉗 什麼樣的車會配 我覺得通常就是超跑 有超跑性能 今天我們要試的就是 奧迪的RSQ8 它是休旅車 它是豪華休旅車 它是運動化休旅車 它也是跑車化的休旅車 對 因為之前我相信大家如果看我們影片 應該有看到我們在 麗寶 的那個越野草地 試過Q8 那個讓很多女生 花容失色的越野草地 沒有我覺得超好玩的 我覺得Q8可以那樣的全地形的挑戰 RSQ8當然也可以 但是它有更好的性能 它有超跑一樣的動力 小姐 嘿 相較於我說 Q8在奧迪的這個安排之下 我們進行了越野體驗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覺得哇 這是一台很好玩的豪華休旅 但今天開到了RSQ8 我覺得跑車型休旅實在太有魅力了 你看我們沿路在這樣的彎道上 其實這邊很窄 對 先要講我們今天所挑選的路線 其實照理說 並不是它大廈四方的場域 對 因為我覺得以它600匹的動力 800牛米的扭力 它完全應該在賽道上 也可以見輸贏的 但是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的就是 那RSQ8的日常呢 你希望它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如果它有那一席之地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呢 而且它就整面容 我覺得它面面俱到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對性能有追求的朋友 你會來選擇RSQ8 我相信你在個性上 你一定是比較與眾不同的 那今天我們選擇的路線呢 也確實比較獨特一點 對 以它超跑一般的性能 我覺得它大可以在賽道上見真章 對 但我們今天要來跑山路 你看我們在這種連續彎道之下 休旅車最被考驗的是什麼 是它的側傾 對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在每一個彎 它通過的時候 我覺得它那個48V的防晴感 有即刻的發揮作用 就是你覺得它的側傾 好像都被很好的抑制翻 有人把你把它拉下來這種感覺 對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再加上 我自己覺得你600匹的動力 不會在你的日常的道路上去實現它 對 可是它就讓你產生了一種 遊刃有餘的輕鬆感 就是很從容的去面對很多的路況 其實很像一個高階主管那種 你有了歷練之後 在做什麼設計上 你都可以很從容的去面對 你這個形容其實蠻好的耶 我們雖然每次在講這種 跑車化的收旅車的時候 你好像都會去強調說 它有什麼樣的動力 然後它可以零百加速以它來說 3.8秒完成 同時它過去 你看它挑戰紐北的時候 它也曾經寫下了最佳全速 你看我們這樣子 連續的 我們要想一隻動物 對 媽呀 它的地盤 你看我們在這種連續的爬坡 我的油門其實真的都是有輕鬆彩 這個輕鬆就是你的底 你很有底氣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加上了 你看它整個底盤回歸給你的這種舒適性 我覺得SQ8在有猛爆動力的同時 它還兼顧了舒適 這件事情真的是一般的豪華車的車主 它應該要為家人想像的 而且因為我們現在我開了Drive Mode 我們是調到了Dynamic 動力來的時候它會更直接一點 沒錯 那如果你回到了一般市區 你在Comfort模式之下 你就更可以知道 它那一種營造出來的舒適感 對 正是一台性能跑旅 它也是一台豪華旗艦秀 對 因為你看我們整個座艙內的布局 這就是奧迪一向給你的這一種 有精緻的豪華的感受 同時又有滿滿的科技介面 我覺得Q8雖然它是一台5米車長 它的軸距快3米喔 2米99多喔 但是你可以在轉彎的時候 感覺到一個輕鬆感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主動的後輪轉向 它最多是可以轉到5度 對 所以你在低速的時候 它會很快的把你的屁股帶進去 對 所以這個如果你要回轉的時候 你就知道太好了 再加上它在高速的時候 它的後輪椅還有一點5度 它會用重測的 對 它會讓你更穩定的這樣去切出去 尤其在高速公路變換車道的時候 會讓你更快更眩修 我覺得更穩定的過去 要講一下 如果你選擇這台車 你想說這種性能跑旅 你看它過這個彎 其實輕鬆協議 很輕鬆協議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講說 在整個定位上 當然同級團裡面一定會注意到的 比如說有WURUS 然後凱燕 Turbo GT 但是車主們在購車的時候就會注意到 你有很多想要的可能你都要選配 沒錯 但我們今天這台車 你看到的都是標配 真的很好開 其實剛才綜藝姐已經把這台車的動態特性 大致上全部都講完了 不過我發現它有一個地方是滿令人驚豔的 就是你在開這麼大車的時候 一般來說 我們在踩煞車的時候 你會 心理上會期待 可能會有 比較高的點頭感 也就是 整個慣性會往前面移動的這種感覺 但是在看RSQ8的時候 不會喔 你會發現 就算你重踩了煞車 但它還是一樣 把車頭的動態維持得相當的好 就是不會讓整台車的車頭有 非常明顯的下沉 讓這台車呢 即便是在騎減速的時候 也可以維持整個車身的動態 不會對前輪造成太多的負擔 相對來說 也可以讓你在境外的時候 感覺到整台車比較輕鬆一些些喔 另外它的抬頭顯示器 在你切換到RS模式的時候 它也會把儀表板上面的這個 轉速表的這個數據顯示 放到了抬頭顯示器上面 另外還有油溫的顯示 等於是你在激烈吵架的時候 眼睛幾乎可以不用離開路面 也可以掌握到你車身的動態 狀況 這樣讓你的抄架感更有人車一體的感覺 另外啊 這種RS28它搭載 4.0升V8雙渦輪這輛引擎 其實是現在市場上比較少的 大排氣輛V8引擎 這樣的好處呢 再搭配這個 8速的這個運動化手自排變速箱 還有它的Quastro系統 整個搭配上面 你會發現它的動力輸出 不只飽滿 而且相當的順暢 你不會像是 如果我們在開電動車的時候 有時候啊 因為電動車的扭力真的很快 所以你會覺得這些動力輸出突如其來 有可能會嚇到你 或者是這輛車真的 動態有一點點的破壞 但大排氣輛的這種引擎呢 它的線性的輸出曲線 還有它整個變速箱搭配起來 這種相對來說啊 你會讓這台車 這台車在不只是過彎啊 或者是在加速上 都更加的流暢 像是性能房車的感覺喔 真的很棒 體驗過了這RSQ8它的動態魅力之後 現在有時間來好好看一下 這台車的一些細節喔 在外觀上 它做了蠻多RSQ8專屬的設計 有第一個最明顯當然是這個 水箱罩上面的RSQ8的logo 再來你會發現 跟一般Q8比起來呢 它在水箱罩的邊框呢 用上跟車身同色的處理 讓整個車的淺點呢 看起來更寬闊一些 還有下面這個銀色的 這個霧銀的這個 空力導流失調 你從正面呢 就會覺得整台車 好像比一般的Q8 更加的氣勢更多喔 而且不只這樣 你可以看到 它的頭燈配置呢 是目前家族裡面最高階的 高清的矩陣式LED頭燈 那車側你可以看到 RS車型他們都用這個 霧銀色的後視鏡喔 當然你也可以加價去選擇 黑色的版本 加上黑色的窗框 讓整台車的氣勢呢 看起來更有這種神秘的感受 那當然車側最顯眼的 還是這個23吋的圈胎組合 還有紅色的煞車卡線喔 搭配它標配的 這個運動化氣壓懸吊 你停車的時候 可以把車子的車高降得更低喔 那再往後面走 我們可以看到奧迪他們 在跑旅車型的 其實都像他們之前的 奧迪誇手做一個置鏡喔 看那種可樂平線的 這個車身曲線 有點寬體的感覺 後面的C柱線條呢 也是比較鞋背的設計喔 一方面呢 可以呼應到奧迪他們 經典雙門跑車的 一個線條設計 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讓它在 跑旅的這個市場裡面 看起來更加獨特喔 那在細節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這種 雙拱的圍翼啊 然後這些貫穿式的 LED尾燈 當然 流水式的動態方向燈 也是它的標準配備喔 然後有RSQ8的專屬logo 那後保桿兩側 這就是在輪拱的後面 它也做這個 類空力的設計喔 可以讓這台車看起來 更寬闊一些喔 跑車感也更濃 往下面走 呼應車頭的這個 霧營視角一樣在後面喔 然後RS車系的招牌 大口徑的 橢圓型尾式管 不過你仔細看裡面 其實是雙出設計喔 所以總共有四個排氣尾管 那它也有一些辦法 可以依照你的駕駛模式 就是不一樣給你不一樣的聲浪 那中間呢 分流器設計 跑車感相當的濃厚喔 進到RSQ8的車內 雖然說它的鋪陳跟一般的Q8 沒什麼兩樣 12.3吋的螢幕 然後MMI Touch Response 的雙螢幕的配置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在細節上 它們做出滿明顯的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我們坐的這個椅子 前座是兩張這種 單體式的跑車座椅 然後裡面也有用這 紅色的縫線來點綴 椅背上也有RS的LOGO 儀表台呢 也用了這個碳纖維飾板 包括中間的安座也是有碳纖維飾板 去點綴紅色的縫線 再加上這個 黑色的頂篷 黑色的車主 讓整台車看起來 就像是一台跑車一樣 有敘事待發的感覺喔 然後啊 在正前方的這個 12.3吋儀表板裡面呢 它也有兩款RS專屬的模式喔 賽車轉速表一樣 一個L型的這樣子 能量調去讓它有一個 比較跑車感的這種視覺感受 另外呢 還有一個像是飛機的速度表一樣 是兩條垂直的 一邊顯示的是轉速表 另外一邊的是時速表 去給你更多的一些 駕馭上的一些樂趣 前面的方向盤呢 除了透氣皮革之外 它也用了紅色的縫線點綴 還有放大版的換檔撥片 跟RS的專屬LOGO 讓你去感受到一種 好像被RS元素完整包覆的這種駕駛樂趣 那配備上面呢 我們剛剛講到的 像是Level 2的駕駛輔助 四驅的恆溫空調 這些都是它的標準配備 然後啊 聽覺上面也有B&O的影響 帶給你這種不只豪華 而且相當豐富的配備 那對於後座的乘客來說呢 後座也有座椅的前後滑椅 跟椅背的角度調整 還有我頭上的全景天窗 雖然它是跑旅 但也希望給你在後座 有不錯的乘坐寬敞感 《地球王機械》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景 一個支出力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我抱歉的長動氣要選擇 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友們 《地球王機械》邀您一起上線